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凯讲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上涨19.47点 我跟你讲说涨到这个地方 各位投资人你要注意一下 KD指标已经到达严重的一个高档 那谈升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DF缓谈0.618 刚好又碰到这一个季限 所以跟各位投资人讲 指数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 今天你上一次经过股灾 所以投资人都保持借盛的态度 也就是怎么样 投资人在显谷非常的谨慎 那就怎么样 显谷都是有基本面 绝对不考虑 没有基本面股票 但是没有基本面股票 各位投资人看得出来 量还是很大 所以各位投资人 如果你喜欢去做那一些 没有基本面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你可适量的去当冲 但是各位投资人 一定要设下停顺点 可是我跟你讲 低估股票绝对可以卖 好我昨天跟你怎么讲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脱离基本面的股票 这个严重脱离基本面 这个地方有量 KD指标到达高档 吻合这三个条件 我再讲一次 脱离基本面严重高估 这个地方出大量 出大量 从低点涨到这个量 已经接近这个高点了 就代表怎么样 有人出货才会出大量 KD指标处在三个 处在一个高档 如果吻合这三个条件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你绝对不要买这种股票 那如果你要做 你顶多怎么样 去当冲 可是当冲一定不对 就是当机立断出来 那你如果当冲你套牢 你会怎么样 我们抱着 各位投资人 这个地方你绝对不适合这样 那这样反而会害到你 所以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种没有基本面的 8374 8374 这一档股票半年报0.05 涨到怎么样 110块 你敢买吗 对不对 这个怎么样 有人在投机 那你就让他去投机 他吻合三个条件 半年报0.05 股价多少 150块 有没有严重投理基本面 有 高档出量 KD指标在高档 这一种股票一定要怎么样 你不要碰 一定要怎么样 修正到这个地方 譬如说 KD 从这个高档 或者地方高档 KD修正到这个地方 递档 你要投机 你再去投机 好 你再看一下 1597 这一个没有基本面 乱炒作 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这个量初天亮 出天亮这个股价创新高 有没有 涨幅过大 脱离怎么样 基本面 出天亮 KD指标在高档 这一种股票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这个都会回档 所以像今天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档股票 又拉上来 我跟各位投资人讲 我在以音就录 各位投资人 这一档股票 鸿高赶快卖 今天是9点24分才录完 9点28分 好像 对 9点28分录完 那你听到了 可能再怎么样 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 拉上来 你赶快 跑 完全没有基本面 各位104 跌到98.4 这个股票还严重高估 所以 吻合第一个条件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股价创新高 大涨 脱离基本面 出大量 大量就是代表怎么样 有人出货了 第三个条件 KD指标处在高档 你一定要卖 我认为这一些股票 要回档怎么样 8到13天 那各位投资人 如果你想要 强缓短线 等到 至少要回档8天 或者怎么样 回档13天 但是回档8天到13天 我不是告诉你说 连续跌13天 连续跌8天 不是这一回事 好 这种最危险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 你一定要出 好 再来 有些业绩非常 非常好 可是怎么样 这一波涨太多 本利比怎么样 刚才跟你讲说 本利比 太高 脱离基本面 好 这种是有基本面 但是怎么样 本利比怎么样 高了 哪些股票 3019 没有 我依然一样 今天拉上来 9点28分就路跟各位投资人 你这一档股票一定要跑 各位你看一下 有没有 涨太多 涨到这个地方 也脱离怎么样 稍微脱离基本面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量 出大量 KD指标交叉 这种股票我跟你讲 要回档怎么样 5到8天 刚才严重投离基本面 要回档怎么样 8到13天 这种股票要回档怎么样 5到8天 好 像这一档股票 3374 有没有 股价创新高 出大量 KD指标 这个今天 你要红高怎么样 站在卖方 那如果你怎么样 你想要强短 尽量 我是建议你尽量少 好 那是3227 有没有 股价是不是创新高 这个地方出量 KD指标在高档 这种股票 红高 不要杀低 红高 其他红高卖 等他将来怎么样 回档 5到8天 你要补再补 可以让各位投资人 做到一个差价 可是我跟你讲 6284 有没有 我十人跟你说 这个地方 这个业绩非常好 它半年报赚3块多 股价跌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像那些股票创新高达 没有 所以它没有跌 量 你看一下 这个量 跟这个量 你怎么比 跟这个量 你怎么比 所以 你找 这一种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一种股票 不怕它拿回 拿回来 你多少 站在买房 分批不及 为什么呢 股价没有大涨 而且怎么样 本利比非常低 业绩非常好 量 也还没有出来 虽然KD在高档 不用怕 懂不懂意思 它也吻合这个条件跟这个条件 量说 股价业绩非常低 股价怎么样 超低股没有创新 这个怎么样 我跟你讲 从今天以后 到未来 5到8天 你选的股票 就是这一种股票 今天涨停板 好 我跟你讲说 2327 有没有 业绩好得不得了 这个量还没有出来 本利比超低 好 8358 有吧 量 还没出来 离这个高点还大 所以 从今天到未来 8天 你红低买进的股票 都是这一种股票 6257 一样 量 还没有出来 一级好的不得了 还有 3044 有没有 量还没有出来 一级好的不得了 这档股票怎么样 比 1503 好上一倍 结果这档股票 要在222.5 那你这一档股票 你认为它要得到哪里 你认为它要得到 好 3324 一样 这个量怎么样 说 业绩好的不得了 2382 一样 2301 一样 还有 我跟你讲 设备股 有没有 这些涨太多了 有没有 粗量 涨太多了 本利比 高 稍高 所以这些怎么样 站在 先站 这一些要回档8天 等8天 之后你要补再补 这个回档是好事 不是坏事 所以回档8天 要补再补 但是回档8天 我意思不是说连跌8天 不是这个意思 好 3131 我今天一样 还是告诉你怎么样 开高之后走高 还是卖 还是卖 3583 还是怎么样 还是卖 2467 还是卖 6187 虽然这个行胎 这个还是卖 1560 还是卖 可是有三档股票 3587 红低买 6667 红低买 就这么简单 我再帮你复习一次 我安全脱离机版面 本币非常高 稳而第一个条件 好再稳而怎么样 创新高 第二个条件 对不对 还有怎么样 出大量 出大量 KD指标再高达 8374 8374 这一种股票 指出 不进 要回党 8到 8到13天 1597 一样 OA 创 天价 出大量 KD 这个要回党 8到13天 第一种状况 第二种状况 3019业绩 还不错 但是这一波涨太多了 本益比赚 偏高 出大量 KD 这一种股票 我预估他要回党 怎么样 8天 3374 我预估他要回党 8天 我预估他要回党 怎么样 8天 好 这两种摆在旁边 你锁定怎么样 业绩好的不得了 本益非常低 而且量还没有出来的 6284 就这么简单 6257 8358 3587 6438 3044 2327 3324 懂不懂的意思 8210 6274 懂不懂的意思 这一种股票 不怕他费 好 那最近我跟你讲台积电 要回党 联发科 要回党 为什么这些要回党 因为要让指数降温 所以各位投资人 这个盘面非常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上一次的教训 涨太多的股票 没有脱离基本面 你敢买 没有基本你敢买 好 有基本面 涨太多 高档之后你敢买 你绝对不敢买 那什么可以敢买 就是怎么样 业绩好得不得了 低档还没有创新高 离高档还有一段距离 还怎么样 量还没有出来 这种股票安全 拉回来 就像怎么样 我美国股市又在重挫 日本股市又在重挫 那这一种股票打下来 各位 你还是买 第一个重点跟你讲到这里 好 各位投资人 第二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日本 它缓弹超过0点 大概0.618 那美国的道雄缓弹比较强 Nestay指数也大概缓弹0.618 但是美国 我们看一下日本 强势的股票在哪里 金融股 但是金融股还没有过 最强势的怎么样 爱德万测试 跌伍是不是比较小 对不对 这个反弹到这里 这个反弹到 所以爱德万测试就是怎么样 AI伺服器 好 你看一下日本在长什么 AI伺服器 好 再来你看一下中国大陆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个金融 这是AI 好 你看中国大陆 这是不是金融 高次贷成立 这就是金融创新高 所以金融股 好 你看一下 比亚迪16.3 好 你看一下 中国移动还很强 但是你看一下这两档股票 腾信 几乎没有什么回答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对不对 所以超得低估的股票 好 你看一下美国股市有五档股票 美国有金融股 对不对 所以道琼环弹 好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还不稀奇 摩根大通是不是创新高 所以全球的金融股是不是在涨 美国金融股有强势的 中国大陆金融股 日本金融股 好 再来怎么样 日本怎么样 艾德万测试AI伺服器 好我们再看一个 回答 我曾经跟你讲过 记得一个价位 126到130.6 这个价位是怎么样 黄仁星卖非打卖最多的价位 我再跟你讲一次 126到130.6 昨天说在130附近 那这个这样涨太多 如果这个地方修正完了之后 然后这又怎么样 再突破站稳怎么样 130块 那这一个股票真的走强了 但是AI伺服器我看好 好AI对不对 对不对AI 所以AI各位你要不要怕 不要怕 好你看一下再来怎么样 Mita 是不是AI 再来看一下德乙 再来看一下IBM 再来苹果 为什么这一些股票会强 因为低本一笔股票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 你买一定要买怎么样 货真价实的低本一笔 你对那一种投机炒作 前场急值就好了 各位 第二个重点我跟你讲这样 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聪明人 我用这个资料跟你分析 你就看得出来的 我用日本的股 K线的股票 中国大陆的K线 美国的K线 什么最强 金融股 还有AI 还有怎么样 低本一笔股票 所以黄老师这一段期间 为什么一直跟你们强调 低本一笔股票 真正基本面非常好 真正基本面非常好 真正基本面怎么样 非常好 真正基本面非常好 真正基本面怎么样 3044-2301 对不对 3324 3017 8210 还有3583 还有汽车零组件 2351 对不对 然后3715 那我认为 这个也开始动了 东洋 提维西 各位 所以第二个观点 各位你有没有了解 好 再来第三个观点 再来你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中国大陆的金融开头 所以上海A股 从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地方 第13桌 那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前后一桌 第12桌跟第14桌 都是在怎么样 在这个阶段的一个 打底阶段 那KD指标到达低档 所以各位 不用怕 你拉回怎么样 各位 00637L 拉回来红低不急 这个礼拜就是最后回马踢 踢完了之后开始走墙 好 再来 那我跟你讲说 各位 这个高估的股票 你红高要卖 低估的股票 红低要买 而且以怎么样 以本利比非常低 量还没有出来的 拿回来 都是买点 都是买点 好 我们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今天3665为什么再度创新高 AI伺服器 为什么6649 这档股票会大涨 好 为什么这档股票今天会开盘一个价位 我跟你讲 被动元件的股票 很多都是切入到AI 我现在知道已经有五档切入AI的 哪五档 一帮 那一帮已经涨过了 第二档股票 6284 第三档股票 2327 等一下我再跟你分析 这一档股票还有两档股票 我不讲 两档被动元件 都是切入AI的时候 千真万切 各位那两档股票怎么样 各位你放心 一定会飙 可能会怎么样 会像茂莲这样 你注意 好 所以我们跟你讲 好 那再来你看一下 再来第一个重点 有没有我昨天跟你讲说信州跟万泰科 都是网通 对不对 那信州第一季负0.29万泰科0.5 第二季EPS怎么样 万泰科0.66 信州0.21 那半年报0.12 这半年报1.16 好全年EPS2 2块2块3 全年EPS怎么1块2 1块2再40.1 2块3再38.5 你要买什么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怎么样 信州已经出大量了 你看一下 3047 有没有出大量了 10万丁 本利比怎么样偏高 所以各位 这个回答 回答 霸天 好 你看一下 6190 对 业绩 业绩不好的信州创新高 业绩好的股票没有创新高 量 所以这档股票会涨 就是这样跟你分析 好 那我跟你讲说佳能 有没有 机器人 如果你喜欢 这一档比较好 那中光店广名也要怎么样 震荡 但是要经过怎么样 这一波要整理 所以怎么样 你看一下 今天佳能怎么样 昨天涨停板 今天佳能 我记得他好像还是收红 我看一下 还收红 对 真的 还收红 对不对 他有没有突破新高 好 你看一下 2359 本一比 8374 各位 小心 要回档13天 所以跟你分析的股票 有没有 好 所以你注意明天 这个 然后这个红高 站站怎么样 卖方 那这个地方 中光店广名 做整理 好 再来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有没有 加帮 现在确认了 AI伺服器 切入 AIPC跟AI索机 各位想想看 我一直一直跟你讲 一直在跟各位投资人讲 这个业绩 跟这个业绩怎么比 0.04 5.01 0.14 2.07 0.01 0.83 -0.19 正1.74 0.24 这个1.81 6毛钱 股价在95.6 6块半的股票 昨天在80几块 所以跟你讲说 AI你们不相信 各位 这个要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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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这个要涨 这个要涨 这个都要涨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要注意一下 好 再来跟你讲 精彩 已经超瓜哥了 我跟你讲说 涨到这个地方 各位投资人 你精彩怎么样 宏高 慢慢的解码 把资金搭到怎么样 细格 那你世界先进 宏高一样 慢慢卖 转到怎么样 联电 但是联电各位投资人 要等他 几点 采格接 那细格就可以宏低成接 为什么各位投资人 你可以宏低成接 各位 这个先进封装 这个先进封装 两个都先进封装 好 先进封装 半年报0.95 半年报怎么样 0.35 他7月份的0.41 这个我们预估 7月份EPS五毛钱 EPS六块 EPS三块二 三块二股价在123.5 六块钱股价在74 所以今好 慢慢的 要回档18天 慢慢出 你要拉到这个地方来 好 经济 同样的 同样的 吸血楼 你看一下 半年报两块 半年报0.97 前年EPS两块五 前年EPS怎么样 四块三 四块三在63.6 两块五了 所以这个两个比较 凸击的低估 金基跟连贸 跟这个怎么样 跟广印做比较 凸显怎么样 广印的高估 凸显怎么样 连贸 跟金基的低估 更凸显怎么样 金基的低估 各位 各位好 再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 毛利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一下金基 你看一下毛利率 营业利益 EPS 各位 所以你要红低怎么样 寻找这种低估 好 设备股 我跟你讲 这个要红高卖 这个要红高卖 新银红高卖 红硕红高卖 这些要回档18天 等8天我们要买再买 好 以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 各位 你自己去看 这也是设备股 半年报5块4 半年报5.43 几乎一样 前年EPS红高12块 前年预计新银12块3 12块3 467 12块 再284 你要买什么 当然是买红康 还在买新银 对不对 这一档股票 月积比怎么样 中砂好 202 中砂在340 当然出中砂 买信红科 好 我给你再看一个几版面 各位 这个都设备股 先见荒光 各位你看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去年EPS5.2 逊德 8.89 他月积怎么样 这个地方 2.5 你看一下 2.9 第四季 第四季2.89 第一季怎么样 0.7 第二季 0.59 当两季 半年报1.29 前年EPS3.8 3.8股价在143.5 好你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当一季 这个地方跳升上来 然后这个地方又下去 好 可是半年报3.3 3.1 半年报1.29 那月内月外 9.2 9.2 股价在1.15 油田 3.8 在143.5 所以各位这一档股票不要乱追 把这一档股票处理掉 转到怎么样 信德 这一档股票已经怎么样 355 高估了 你转到怎么样 这一档股票 记得 你转到这 好 再来注意一下 各位 有没有 这个低估 这个低估 好 你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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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再看一下 这个低估 都比较给你看了 本益匹马 笑话 罗生 八毛钱 150 台药9块4 163 太离谱了 真的是很离谱 那这个高利8块钱 359 勤诚怎么样 15块302.5 你注意一下 好 今天你注意一下 好 光宝客 再来 注意这一档股票 今天媒体报导出来 有个给你看一个消息 这个把它放在证件头把头板 大家以为这个大利多了 7月份赚2.14 7月份赚2.14 好 我们看一下 他第二季是赚6.03 7月份赚2.04 大概怎么样 跟第二季差不多 一个月赚2块钱 一个月赚2块钱 如果一个月赚2块钱 我们估出来 今年怎么样 赚24块半 可是你看一下国具 国具你注意一下 半年赚20.03 这个赚1.03 第二季用除钱之后的股本来算 赚10.85 这个地方赚6.13 大概一个月赚2块 7月是赚2块 2.14 好 这个地方 而且国具在第二季 他提类在保留营移税 那第三季有没有 要再扣掉保留营移税 没有 那你看一下国具 他7月份又大幅创新高 那老板跟你讲说怎么样 国具的盈利率 毛利率 营收都会增加 都会增加 而且怎么样 没有提类保留营税 好你算一下 这个一个月 一个月大概算赚多少呢 我跟你讲 第三季他789 一个月至少怎么样 可以赚4块钱 一个月赚4块钱 一个月赚怎么样 2.14 好 估计出来 这一个EPS 42.8再646 24.5 股价金1340 有没有高估 这个地方这一档股票一定要修正 回归到怎么样 国具 回归到怎么样 建顶 回归到怎么样 茂莲 回归到怎么样 台光电 回归到怎么样 莲永 所以从今天开始会涨的股票 我跟你讲 本利比非常低业绩非常好 股价没有创新高的 而且怎么样 量还没有出来 这个拉回来都是买点 各位 好好的把握 这一次可能又是各位投资人 另外一次发财的机会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赖进来 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